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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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時光倒回那個階級還很流行的 90 年代初期 大家最熟悉的橫向動作遊戲 想必不外乎是吞噬天地或是街頭快打 等大家耳熟能詳的名作吧 但隨著台灣大型電玩的沒落 玩家們漸漸失去了與這類遊戲邂逅的機會 就在此時 一款來自香港的遊戲在短時間內 就貢獻了台灣國中小的圖書館電腦 並且成為了七年級後段班的共同回憶 沒錯 它就是今天ACG大百科要介紹 系列下載量突破2500萬的經典 PC 格鬥遊戲 小朋友騎打嬌囉 小朋友騎打嬌是暱稱為小熊的 香港獨立開發者王國鴻所研發的動作遊戲 所謂的騎打嬌其實是源自於粵語一起來打架的意思 而這款遊戲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易於上手 並且能夠多人同樂 即使在同一台電腦也可以讓三名玩家同時一起遊戲喔 玩家可以從十位角色當中選擇自己喜歡的人物 每個角色都擁有三種特殊的技能 還能夠使用場景中掉落的各種道具來作戰 包括了基本的對戰模式在內 還能夠進行淘汰賽或是團體賽等三種模式 雖然畫面和操作都不及同期的家用或接機遊戲 但由於招式簡單戰鬥方式有趣 連不曾接觸格鬥遊戲的新人也能夠輕易上手 再加上親切的中文介面 對七年級的玩家來說 按下F1叫出血鬼可是難忘的共通回憶呢 由於一代廣受歡迎 小熊找到了另外一名夥伴黃浩然 在1999年推出了邁向巔峰的二代續作 小朋友騎打交二 除了畫面上的全面提升之外 系統方面也全面強化 例如遊戲當中不時會落下棒球、鐮刀、石頭、木箱等武器 以及有回復效果的酒和牛奶 道具的特性比起一代更加明顯 因此玩家們開始發展出各種利用不同的道具 和角色本身技能組合的戰術 搭配各種特殊指令 讓他更富有派對遊戲的歡樂趣味 至於角色方面 除了原本的石鬥式之外 也大幅增加了數種小兵和BOSS角色 玩家可以在新增的傳官模式當中找到他們 或者是利用當年無人不知的秘技 LF2.NET 來使用他們 而其中最為特殊的就是由冰人和火人 以衝撞合體的方式產生的冰火人了 雖然在正規手段中 需要同時擁有冰人和火人才能夠召喚出來 也只有血量高的玩家才能夠拿到操作權 但他的超強殺招 天鱷滅絕 可是許多玩家當年拿來欺負同學的好夥伴喔 除此之外 二代還有一個有趣的戰爭模式 讓玩家帶領數名小兵 與對手展開多對多的多人混戰 而且二代最多可以允許兩台電腦 各四名玩家通過IP連線一起來遊玩 這可是那個年代少見的大亂鬥同樂遊戲喔 在《小朋友騎打交2》之後 小熊也基於二代的經驗 研發了《小朋友騎打交Online》 和《英雄大作戰》等遊戲 甚至在不久之前推出了《英雄大作戰》的手機版 如果你仍然難以忘懷 那些跟人一起搶鍵盤的美好回憶的話 不妨就從這些作品當中 去尋找當年單純的遊戲樂趣吧 詞曲最初的選擇 詞曲最初的選擇 《小朋友騎打交1》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